大家好,我是户外观察时代 2021年3月9号,Insta360高调发布了新一代的拇指运动相机 Insta360 GO 2 物如其名,拇指一般大小的4米防水运动相机 超轻的重量和迷你的尺寸直接让我深深的被肿炒 那说到运动相机,早年入手的GoPro 4 也算是陪我上山入海去了好多国内的好玩的地方 但是结果在2017年我在日本旅游的时候 不慎随着我的包裹一起遗失 回国以后朋友送了我一个小椅的运动相机 安慰我受伤的心理 小椅嘛,倒也算是运动相机 但是现在使用的时候 WiFi连接的不稳定性和电池电量不可见这两点 让我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恼火 另外在某些使用场景下 类似于GoPro造型的运动相机的重量 也会成为一个瓶颈 比如说放在这个位置 久而久之会很累 而且对于不是特别适应的小伙伴来说 包括我自己在内 头顶上顶一个硕大的运动相机 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 更不用说早期的这些运动相机 都不带有电子真稳的功能 所以说实际上 配带拍摄的一些画面都是惨不忍睹的 那加上自己呢 虽然偶尔拍拍Vlog 但是至今还是没有办法 一个人在街头拿着相机怼着自己 然后自言自语 所以一个迷你体积的相机可以在便携的同时 让自己最大程度的不去面对和对抗自己的那种羞耻感 所以我认为这个小的360五指相机呢 应该会对我自己的街头Vlog 起到一定的帮助 那它迷你的体积 加上比较有趣的连接方式 可以拍摄好几个角度的第一人称 那既然我已经被谈生生的种草 且需求也非常的明显 那就只剩下一件事情 罚草 因为自己身在日本 我们就依次来看一看日本的各大平台 首先自然是日本 派送速度最快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使用的亚马逊 但非常遗憾的是 我在亚马逊上 虽然可以搜索到 Insta360的官方店铺 或者说看起来像官方店铺的一个店铺里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却没有Go2的销售 只有Go1 成功的在乐天找到了官方的店铺 毫不犹豫的下单购买 然后做到快递 但是这一套动作都发生在3月21号 按照国内淘宝填报的速度习惯 最迟3月30号 我怎么都能拿到 并且拍个开箱 勉强蹭一下手发的热度 不料我还是太年轻了 3月24号 收到了官网的邮件告诉我成功下单 然后承诺会在20天之内发货 那么从中国发到日本 我拿到手里边 预估乐观古迹是5天的时间 最悲观的情况下 我从21号下单到我拿的东西需要25天 那考虑到联邦快递报邮到家 就不说什么了吧 让我静静 这一等就是十来天过去了 今天4月7号 乐天查询还没有运输状态 联系店家只是机器人一样的回复 期间在B站的官方号下边 小小的吐了个槽 到时马上来了私信 但得知我是在日本以后 马上就被坐了冷板凳 本来还想趁个热度拍个开箱 然后我的小船也到了日本 早早带上小相机 记录我在日本的户外生活 目前看来 只能先吐个槽 再慢慢的等待快递了 OK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帮忙点赞转发哦 这会对我非常有帮助 拜托 拜拜